好,我們前面呢,帶大家來看這個轉換 這個非常有效的這個功能之後呢 那接下來呢,我們也帶大家來看幾個題目 第一個,如果呢,你想要在關鍵字層級 追蹤Edwards廣告的獲利能力 那你應該呢,使用下列哪一項功能 好,我們前面這一整個章節都在講轉換對不對 所以呢,題目出在這邊,你可能會覺得很簡單 就是轉換追蹤 但是呢,請你也要留意一下 到時候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他可能會,題目會隨意的安插 好,所以其實呢,這一題的重點是在於就是說 獲利能力,題目的重點在於獲利能力對不對 好,只要是提到獲利能力呀 或者是收益呀,或者是效益呀 好,等等的好,這些都是在討論轉換 好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用轉換追蹤這個功能呢 去確認好,你的廣告這個獲利能力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好,再來呢,Edwards轉換追蹤程式嘛 他應該安插在電子商務網站的什麼地方 好,你想想看,好,我們這邊有四個頁面 好,四個頁面 好,那你覺得呢,可以安裝在哪一個地方 可以最能夠好去確認說你的廣告的這個成效到底好不好 好,這一題應該也算很簡單對不對 這一題呢,就是呢,你要讓這個轉換追蹤程式嘛 放在這個轉換購買後的 完成購買後的這個確認頁 好,有時候有另外一種說法叫Thank you page 就是你完成購買之後那個電子商務網站都會跳出說 哦,謝謝您的購買什麼的 好,那基本上是跳出這一頁的時候就代表 User已經完成了一次購買對不對 好,所以說你放在這個這一頁的話,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它可以確認說你的廣告到底有沒有帶來實際的這個訂單 好,再來呢,這一題很有趣的地方是 有的同學可能會選擇這個V 好,廣告到達網頁 但是呢,答案不是V哦 你想想看,如果你把轉換追蹤程式嘛 放在廣告到達頁面會變成什麼情況 你今天呢,點擊100次 你的轉換也有100次 你今天你的點擊200次,你的轉換也有200次 聽起來好像轉換成效很好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根本就沒有意義啊 好,因為這樣你就沒有辦法評估說 哪些人真的有 好,透過廣告帶來的這些人呢 是哪些人真的有去 好,實際的去進行購買,進行下單 好,並且完成這一整個購買的流程 好,所以不能放在廣告到達網頁哦 好,因為你這樣子 你的點擊數好,就跟你的這個 轉換數是一致的 這樣就沒有辦法去做評估了 再來C也不對,你當然不是放在你的網站首頁 因為網站首頁是一個 非常廣泛很多資訊的地方 好,對於User而言 好,如果他進到網站首頁 又算是一次轉換的話 那你的轉換數應該也會破表 這樣你就更沒有辦法去 好好的去評估了對不對 好,當然也不是購物車的標題 他把東西放到購物車之後 你要確保他 真的去完成結帳之後 我們才算是一次轉換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得 你要把這個轉換追蹤程式碼 安插在完成購買後的確認頁 這樣才能夠去精準的評估 廣告投資 好,所實際能夠帶來的這個轉換 好,實際的訂單的效益 好,我們再看下一題 在什麼情況下 系統會記錄轉換 我們前面有提到對不對 好,就是呢 你今天當你的廣告 好,你的廣告呢 好,點擊發生之後的30天內產生轉換的時候 我們就記錄為一次轉換 好,因為呢 為什麼要有30天的這個區間呢 因為Google AdWords 認為呢 User在按下廣告 到他實際購買的這期間 他很有可能會去比較 很有可能會去收集資訊 很有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 不一定的這個網路瀏覽行為 所以我們把這個區間拉成30天 好,所以說呢 在只要是 你廣告點擊之後 好,然後這中間30天內 好像只要能夠產生轉換的話 我們都會算是一次AdWords 廣告 帶來的這個轉換的功勞 所以不是A哦 A是當使用者按下AdWords 廣告時 這是什麼 對,這個數字叫什麼 點擊數對不對 好,點擊數 A是點擊數的意思不是轉換哦 再來C 當AdWords 廣告的一次點擊 於30天內產生多次轉換的時候 好,我們今天我們也不會討論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很單純的 直接討論就是說 你的點擊呢 發生之後的30天內產生轉換 如果多次轉換的話 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我們今天是用最單純的方式 去思考這個轉換 好,然後再來D 當按下AdWords 廣告的使用者 在30天內瀏覽網站時 好,這個也不對 我們如果單純只有看網站 只有看網站一些 很一般的資訊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不會計算為有轉換對不對 我們一定是要 譬如說這個User 透過廣告進來網站 然後呢 他進行了這個有價值的行為 什麼是有價值的行為 最直接的就是完成購買嘛對不對 啊,可是有 然後譬如說有的網站可能是加入會員 那如果是Apps的話呢 可能是下載對不對 好,所以不一定哦 好,不一定 但是基本上 應該不會是瀏覽網站 好,瀏覽網站是一個很普通的行為 基本上我們應該不會把它 記錄為一次轉換 好,所以大概是B 在AdWords 廣告點擊發生後 30天內 好,產生轉換的時候 我們會記錄為一次轉換 好,我們再往下看 搜尋程序可以提供你哪些資訊 好,我之前在講搜尋程序的時候 我有提到搜尋程序報表很容易 跟搜尋查詢效能報表混淆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要先想一下 搜尋程序是指什麼呢 就是那一個客戶呢 他完成轉換之前 他所採取的各個步驟 比如說,他點了哪些廣告 然後他進來了這個廣告 他進來了之後呢 在網站裡面 好,留了哪些頁面 好,等等的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好,為什麼需要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搜尋程序報表 因為呢 好,因為呢 我們都知道 你要達到一次轉換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對不對 所以呢 好,今天呢 既然我們可以知道 欸,有一次轉換發生了 我們就可以了 好,去看一下這個 為什麼這個轉換會發生 他中間的這個路徑 那我們就可以去複製成功經驗對不對 好,就可以呢 讓我們知道呢 這個他在完成轉換之前 他去了哪些頁面 做了哪些事 他最後才會讓他完成轉換 所以搜尋程序呢 可以提供我們這些很完整的資訊 幫助我們 可以在這個獲得更多的轉換 好,我們再往下看 哪一個出價技巧呢 對於提高收益最有幫助 好,什麼是提高收益 好,我們只要講到收益 效益、獲利 都是在講轉換對不對 那這邊呢 其實這一題我覺得也很好 就是呢 AdWords 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呢 他希望你今天在操作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這個單次轉換出價 跟轉換次數之間取得平衡 也就是說呢 你不是一直拼命的提高你的轉換出價 或者是 或者是拼命的壓定你的單次轉換出價 去想要去達到一個什麼目標 而是呢 你要想辦法讓你的廣告 在你的這個單次轉換出價 跟這個轉換次數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 好,取得一個平衡 你要一直不斷的去測試 不斷的去測試 找到一個最適合你的這個轉換的這個出價的這個模式 它能夠幫你帶來最穩定的這個轉換次數 這樣才是最好的 好,如果是B呢 盡可能降低單次轉換出價 當你的降低單次轉換出價 其實基本上 基本上很有可能的是你的這個 轉換次數也會變少 轉換次數也會變少 因為呢 以前呢 系統他可能都是習慣說 你用這樣的價錢 他去幫你找到很多轉換的可能性 可是呢 你一旦把這個 單次轉換出價大幅的降低之後呢 他就沒有那個空間去幫你去尋找那麼多轉換了 所以說呢 你這樣子的話 你的這個轉換次數可能會降低 C,盡可能的提高轉換次數 C為什麼不可能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寫得很清楚 盡可能的提高轉換次數 今天我們在操作廣告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會希望我們轉換次數可以提高啊 可是這個不是一蹴可及的 你必須要有很多的技巧 你要去觀察你這個廣告成效 然後試廣告成效 再去做一定的調整 所以並不是說 你今天想要提高轉換次數就可以馬上達到 好,最重要的還是取得一個平衡 好,你要看你的預算 然後你希望的這個 這個每筆訂單的這個廣告費用 好,然後實際獲得訂單數量等等的 好,用這些方式去做一個整體的評估 達到平衡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按百分比 盡可能增加投資報酬率 好,也不是我們今天呢 在看轉換這件事情的時候 並沒有什麼特定的 看什麼特定的百分比 好,主要還是呢 希望你可以在這個單次的轉換出價跟轉換次數之間 好,取得平衡這一點呢 才是最重要的